中醫師表示 新冠一號兩年前研發後效果相當不錯 總共有10項藥材 其中北板南根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項 它對病毒所產生的發燒、發炎和破壞免疫力的現象 可以有效緩解 更重要的是它還能讓病毒不再複製 拿到治癒新冠肺炎的效果 那我們裡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中藥材 它是一個副方成分 所以目前在市面上我們用的大概清冠一號的藥方 總共大概有10位藥 那比較重要的藥方 一個就是我們的北板南根 它本身可以增加我們身體的抵抗力 對一些病毒感染造成的一些發炎現象 發燒現象、破壞免疫力的現象 可以減緩它的病毒複製反應 衛福部從4月18日起將補助所有使用清冠一號的確診者 整個療程差不多是10天 衛福部給付一天是300元一包的清冠一號 這比需要只給重症患者約2萬元 總共5天的藥劑來得便宜又有效 目前在我們的COVID-19的患者 他的輕症或無症狀 目前因為政府他是希望能夠減低醫療的負擔 能夠輕重症分流 所以輕症的患者大概會建議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 那西醫的部分他除非是患者 他年長者或是懷孕的患者 或他本身他有洗腎透析 才會給他口服藥物 那目前口服藥物輝瑞他的療程是5天 就要2萬塊的費用 那我們的防疫記者會的宣布 那今這個4月18日開始 我們公費有補助所謂的清冠一號 那他的費用一天才300塊的費用 那我們一般中醫師的經濟療程是10天為一個單位 所以只要你本身是輕症 你已經被感染了 雖然沒有什麼症狀 可是還是可以藉由你的中醫師的資訊 來判定是否可以口服我們的 清冠一號來減低你的一些症狀感染的風險 另外中醫師也強調 現在疫情風生水起 大家都是處在有風險的環境 一定要加強自體的免疫力 他也提供了免疫的中藥方 而且價格公道 日常飲用可保健康 宜人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 好 這個剛好要放 所以沒問題 我改變了 我們很汪有的 我可以說